从我记事起,我一直信上帝,并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好人,努力在与他人交往中做对的事情。 当我开始在一家快餐店工作时,我的一个朋友总是跟我讲耶稣基督,但我只是假装在听,因为我对他分享的内容不感兴趣。 但在上帝的完美时刻,我很好奇并参加基督徒的礼拜,当福音被教导时,我明白了我犯罪,得罪了上帝,并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主和个人救主。 上帝改变了我的生命,尤其是在我的骄傲和色欲方面,主允许我在我的学校中参与服饰,在那里我通过服饰同学们和分享他的话而侍奉上帝。 25年前,我和妻子得到了在另一个国家工作的机会。 上帝让我得到提拔,并最终利用我的影响力,在工作场所勘办了圣经学习小组,主还给了我一个负担,让我探访劳教所并分享福音。 我充满了使命感,知道主将我带到了世界的那个地方。 2013年8月,主给了我和妻子一个机会,去领导一处CCF国际分会。 主使会众增长,使人们接受门徒训练,但在世界那个地方服饰并不容易。 三年前,我第一次尝到了我所称的跟随主的特权的滋味。 有人在法庭上告我使用别墅作为礼拜场所。 菲律宾大使通知我,说我随时可能被捕,并被驱逐出境。 我确实被捕了。 但五个小时之后,因着上帝子民的祈祷,我被释放。 为我祈祷的有我的家人、朋友和世界各地的兄弟子们们。 尽管获释,我仍然需要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案子拖了一年多,我们不得不上诉两次,直到法院驳回了这案子。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我的妻子和我以及分会的领袖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坚持了下来。 我的信仰在今年一月再次受到考验。 今年我们原定飞回马尼拉,参加国际门徒训练大会。 在我们正要飞的那天,我妈妈正在重症监护室里,生命垂危,最后在那一天过世。 我妻子设法登机,而我被移民局逮捕了。 他们把我锁在机场一个隐蔽的房间里好几个小时,我最终被带到警察局。 再次被关锁在小房间里,当局没收了我的手机。 但主感动了监狱看守的心,他允许我使用电话。 我设法给CCF的领袖们发了一条短信,请求为我祷告,并与在此处境下可以帮助的人交谈。 第二天凌晨,我被戴上手铐,并转移到另一间牢房。 过安检后,警察没收了我所有的东西,除了我的衣服和我妻子的圣经。 当我走进监狱时,我感受到绝望的气息。 但在读完圣经后,主深深地打动我,让我去服侍那些无望的人,并为他们祈祷。 当我每天花几个小时沉浸在他的话语中时,上帝兼顾了我的属灵生命。 在我被拘留期间,我几乎通读了一遍圣经。 我开始为囚犯们祈祷。 当我穿过监狱设施时,我还与其他囚犯交谈,询问他们的人生旅程,并询问我可以怎样为他们祈祷。 在我被监定的四天里,主给了我跟我的御友们分享福音的机会,并带领他们中的近二十人信基督。 我还跟一些弟兄两次领圣餐。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跟一个菲律宾人谈话,他归了该国的宗教,并鼓励我向他新发现的上帝祈祷,这样我的行期会减半。 我告诉他,耶稣可以随时释放我,而无需等待数月,我说主很快就会释放我。 十分钟后,一个警察拿了一张纸,告诉我,我已经可以离开监狱了,我终于得自由了。 主让我在这次精彩的历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让我与上帝更加亲密。 当他的子民鼻子带倒时,我经历了他的大能。 愿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我主耶稣基督,他赐给我特权去服侍他,并让我在他里面坚持不懈。 我们继续讲我们的真理很重要系列,实际上我们在做一个使徒行传系列,这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让我首先与大家分享克里斯的故事。 当他在跑步时,他不断给自己打气,加油,你可以的,你可以跑完比赛的。 这孩子很累,但是当他到达终点现实,他高兴的喊道,是的,我完成了比赛,我获得了第三名,我感觉很棒,我完成了比赛。 然后他去找到了那时已经在接受采访的第一名,当他握住那人的手,说,恭喜,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获得了第三名,你知道,我完成了比赛。 所以采访的对他反应感到惊讶,因为在那场比赛中只有三名参赛者,他对获得第三名感到很兴奋,那么这个男孩有什么问题? 其实这是一场特殊的奥运会。 要想明白克里斯的故事的意义,就要知道,克里斯有唐氏综合症,这是由基因缺陷引起的病症。 得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天生就染色体太多,导致相似的特殊面容,发育迟缓,发展潜力有限。 因为智商最多只能达到75左右,所以各项能力严格受限。 但令人惊讶的是,贝蒂扬对这个人很感兴趣,因为他也是生活在继续中的演员,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因为贝蒂扬实际上是一位作家,一位励志作家。 他对这个孩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于是他采访了他,他问了这样的问题,得唐氏综合症的感受如何? 你到克里斯怎么回答的?他性高采怜的,唐氏综合症? 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是唐氏综合症,我觉得这是一种向上综合症。 哦?怎么会这样?贝蒂扬道。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啊,给我提供了一些真正的机会,是我本来不能有的。 他看了一会儿,又补充说,这是一份礼物。 一份礼物?贝蒂扬道,你所拥有的才能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他用清澈坚定的脸眼睛看着我。 贝蒂扬道道,那双眼睛不包藏任何私心,那双眼睛无法不微笑。 你对他们所做的,就是你给上帝的礼物。 于是贝蒂,进一步,穷追不舍地问道, 有什么障碍是你必须克服的? 他指向墙上写的那句话, 上面写着,障碍是当你将视线从目标上一开始所看到的。 他万一笑说道,我努力不让这眼睛偏离了我的目标。 这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生命的游戏当中,当人们没有明确的使命时, 甚至在他们开始生活之前, 他们就已经放弃了生命。 当人们在生命中没有清晰的使命时, 显然在他们开始生活之前, 他们就已经放弃了。 最糟糕的是,有些人,他们有理由这样做, 他们有自己的使命, 而不是上帝为他们所定的使命。 他们会尽最大努力去完成和实现这使命, 但最后仍然只能视为无有。 因为在永恒中重要的不是你已经完成了什么, 基于你认为上帝在呼召你做什么, 而是你按照上帝的要求实现了什么。 所以这是他的使命, 而不是我们个人的使命。 所以大多数人试图根据自己设计的计划, 去过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建议让我们认真的对待这事。 为什么? 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 是我们需要记住的一节经文。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上帝, 就是父。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万物都本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所以我们明白我们存活的理由,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而是为了他, 就是创造了我们的那位。 你们听懂了吗? 但问题是大多数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在说, 是的, 我为上帝而存活。 但下一个问题是这个, 这是他说的, 和一位主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 这就是基督信仰。 不是尽你最大的努力, 去完成上帝对你生命的旨意, 不是尽你最大的努力, 去遵守一些规则和规定, 只是为了表达你为了他而存在, 而真的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通过他将这生命活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 我与基督同定是这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所以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还在关注我们的系列, 我知道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到这里来, 都是因为我们的使徒行传系列, 现在请听这个, 我们明白在使徒行传中, 上帝非常清楚地表明, 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见证他的复活, 他告诉我们, 你们将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 你们将做我的见证, 在耶路撒冷, 不止在耶路撒冷, 这很重要, 因为这意味着, 无论我们在哪里, 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直到地级, 我们要做什么, 为活着的基督做见证, 现在你们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看着旁边的人, 你们能诚实地说, 耶稣基督还活着, 你可能会感到惊讶, 是的, 事实是这样的, 有一次马丁路德回家, 他的妻子凯蒂迎接他, 而凯蒂穿着桑服, 他说, 突然马丁说, 你为什么穿着桑服, 你为什么悲伤, 为什么你穿着黑衣服, 凯蒂说,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有人死了, 谁死了, 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 于是马丁路德显然对他的说法, 感到愤怒, 你只能说这话, 这是亵渎, 你的凯蒂说了什么吗, 当我看着你, 观察你的时候, 当我看着你的脸时, 你总是生气, 总是疲乏, 总是筋疲力尽, 没有平安, 没有喜悦, 我意识到, 上帝已经死了, 所以马丁有点明白了, 说哦, 他真的是当面被斥责了, 现在看看你旁边的人, 上帝还活着吗, 所以每次人们看着我们, 我希望他们会受到鼓励, 受到鼓励说, 你的秘诀是什么, 你怎么会这样元气满满, 你怎么这么热情高张, 你怎么这么兴奋, 为什么你的脸上生气啵啵, 怎么你脸上有笑容, 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的, 因为我们是见证永活的基督的人, 阿们, 现在请听这个, 这是一个挑战, 这是我们想与您分享的信息, 作为一个基督徒, 履行我们的呼召和使命, 这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 不是闲庭信步, 充满挑战, 真的充满挑战, 这是在崎岖地形上的, 属灵之旅, 这不是一件顺利的事情, 是的, 我们有平安, 是的, 我们有喜乐,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很容易,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下午的主题是, 要坚持不懈, 因为真理至关重要, 所以要坚持不懈, 当我们说因为真理至关重要, 所以要坚持不懈, 是这意味着我们不可放弃, 这意味着我们要始终如一, 要顽强努力去做某些事情, 并坚持不懈, 一直坚持到最后, 因为这是基督的呼召, 住在我里面, 是始终与基督同在, 是住在主里面, 直到终点, 我们不可放弃, 你们看, 坚持不懈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品格特征, 哈利路亚, 即使在世俗世界中, 如果不坚持, 你也不可能, 拥有不可能成功, 天赋不会帮助你成功, 智力不会帮助你成功, 只有当你坚持不懈的时候, 才能成功, 同样, 上帝希望我们坚持不懈, 上帝希望完成赛跑, 上帝希望我们履行我们的使命, 但又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靠实力, 而是靠着永生神的力量和恩典, 这就为什么保罗, 比方说, 当他清楚的了解自己, 从上帝所领受的使命时, 他们明白他们天成耶稣的见证, 直到地极, 看看他们说了什么, 因为他们要通过耶稣基督来做事, 他们花时间祈祷和进食, 我相信他们并没有就此止步, 他们继续前行, 他们正在寻求上帝的心意, 依靠主完成这使命, 错过你的使命, 今天活得没有理由, 所以不要错过你的使命, 要坚持, 为什么要坚持, 因为真理很重要, 这是我们的大纲, 以便我们能够看到概览, 即使被错误对待, 也要坚持, 即使被误解, 也要坚持, 即使任务似乎不可能完成, 也要坚持不懈, 现在让我们从即使被错误对待, 也要坚持开始, 在使徒行证十四章一节, 二人在以歌念, 同时进犹太人的会堂, 现在你需要明白, 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使徒行证十一章开始的, 他们在叙利亚的安提亚开始着事工, 在叙利亚的安提亚, 第一批人知道他们来自不同的宗教背景, 他们成为基督徒, 这就为什么他们是第一批被称为基督徒的人, 巴拿巴帮助他们, 巴拿巴从大树带走了保罗, 把他带到那里, 于是他们在叙利亚的安提亚服事, 在使徒行证第十三章中, 该教会的五位领袖他们向主祈祷, 他们进食主说, 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 所以他们从那里开始了他们的使命, 他们去了, 当他们到达比西底的时候, 他们受到了犹太人的迫害, 犹太人没有做出明智的回应, 向着Ricky牧师向我们解释了, 所以这趟旅程并不容易, 让我来告诉你们这有多难, 这座城是距南比西底约144公里, 看这个, 他们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当他们侍奉时, 这是他们遇到一缕马的地方, 那是那个刑法, 你们还记得吗? 于是他们服侍那方驳, 然后他们去了别家, 在别家这里约翰马可离开了他们, 然后他们去了哪里? 去了比西底, 在比西底这里, 他们在犹太会堂服侍, 最终这犹太人, 这些对经恩典的事工如此嫉妒的人, 把他们赶出去, 所以他们不得不继续前行, 看这里, 当他们从这里出发时, 他们正在乘船, 你们跟上了吗? 到那里去, 但是在这里, 他们不得不步行, 或者骑马前行, 我不知道他们使用什么, 是骑驴还是骆驼, 但我知道那是一段艰难的旅程, 变得更难了, 更加困难, 为什么? 因为他们必须经过罗马帝国的迟道, 那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在位的时候修建的, 所以他们不得不穿过连绵起伏的乡村, 然后经过苏尔丹山脉, 白雪而挨的山峰, 他们必须克服这些困难, 才能去到那个地方, 去到乙戈念, 所以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坚持? 请听听这个, 真是很奇妙, 他们去了乙戈念, 他们在哪里服侍呢? 我们来读, 他们进入了犹太人的会堂, 记得在《使徒行传》第13章, 他们说过他们自己, 承诺说, 我们现在将转向外邦人, 因为犹太人拒绝了恩典的信息, 他们受到了这些人的反对和攻击, 如果你问自己, 不去, 但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坚持, 正是这一点使得保罗和巴拿巴与众不同, 听听这个, 这是保罗的心, 看看这个, 他们有这个, 显然他们取得了某种形式的成功, 因为有很多人信了, 有犹太人, 也有希腊人, 但是保罗的动力是什么呢?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 有我良心给我做见证,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轻, 就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他们是以色列人, 那儿子的名分, 荣耀, 诸约, 律法, 礼仪, 应许都是他们的, 你们知道他在说, 这些伤害我的人, 我重新的告诉你们真相, 我宁愿下地狱, 只为了他们能够得救, 把这放到你自己的个人的经验和情况中, 比方说你在开车, 突然有人擦到你面前, 你将开始祈祷, 并说, 上帝, 让我成为一个咒诅, 愿这个人可以得救, 你会这样做吗? 你会这样祷告吗? 等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真的感到很困惑, 因为就我自己而言, 我不会为他们求平安, 你竟然别我的车, 愿你下地狱, 你怎么感到永生神的仆人做的事? 他很厉害吗? 我们离他很远, 难怪这家伙会坚持告诉他们真相, 因为他明白, 唯一的信息, 他们从永远受咒诅中, 从生命的虚空中, 到头拯救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耶稣基督。 我想对你们坦诚, 在我从美国回到这里的路途上, 我们正在登机, 飞机从旧金山起飞, 经由日本转机, 我和我的妻子分开了, 我们被安排在中间的座位, 当时我被两个巨大的美国人, 夹在中间, 登机时, 登机之前, 我祈祷上帝赐予我分享福音的荣幸, 不幸的是, 因为他们俩块头太大, 明显比我大, 当他们坐下时, 他们已经靠在我的肩膀上, 他们体型巨大, 当他们坐下时, 那架势好像一切都归他们所有一样, 好像只有他们买了机票, 而我就是这样的, 于是我没有考虑他们得救的问题, 我开始想着要诅咒他们, 老实说, 当我们到达日本时, 我没有机会分享, 因为我心里真的很生气, 当我们到达日本时, 我看着他们, 我内心真的是怒气疼疼, 主突然责备我说, 当你对这些人心怀怒气时, 你又怎么能服侍他们呢? 请想一下,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你的亲戚没有帮助你, 你仍然会为他们救恩而祈祷吗? 或者你一个朋友向你借了钱, 他还不上, 你还会向上帝祈祷说, 主啊, 愿你搭救他, 即使你把我带到地狱, 你真的会这样祷告吗? 朋友们, 除非主真的赐上那种爱, 耶稣对他子民的那种满意的爱, 我不管自我意志多么坚定, 不管有多少正面思维, 都无法帮助我们克服里面的这种受伤, 唯有上帝的恩典, 唯有圣灵的力量, 所以我真的哭了, 我说上帝饶恕我, 饶恕我, 所以主啊, 我祈祷, 我只是祈祷说上帝啊, 你可以派别人去辛苦做工, 来接触这些人, 但老实说这不容易, 如果我们自己生气, 我们不可能分享耶稣的爱, 最近我对这个国家有这种感受, 有一个民意调查出来, 所以我感到很兴奋, 我马上去投票, 然后有人告诉我, 当时我正在查口圣经, 有人告诉我, 很好, 先生, 你有投赞成票吗? 我投了呀, 你可以投多次, 我听到话, 什么? 你可以投多次, 这样他就没法反映真实的民意, 他不反映人民的真实心意,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投票, 这就成了看谁有更多的时间去投票, 这就成了一场战斗, 看看你的电脑技术有多好, 这样你可以创作一个软件, 或者投票机器人, 他想投多少次, 就投多少次, 明白了吗? 作为一名基督徒, 我不能那样做, 我想尽可能的诚实, 实际上表达我们的真实想法, 并不是坏事, 但显然我们不能按照世俗的方式行事, 所以我向上帝呼求, 主啊, 这是错误的, 你知道上帝告诉我什么? 不, 你要专注于你的使命, 因为不管民意调查结果是什么, 是的, 与此同时, 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赢了, 但只要你忠于所赋予你的使命, 使这些人来跟从我, 真正的改变他们, 真正将他们从黑暗国度, 带到我的光明国度里面, 然后他们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他们不会追随世界, 带给他们的东西, 因为他们唯有在耶稣基督里, 才能找到满足, 现在让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儿子在我们的使命上分心, 是的, 我们要表达自己, 但我们不要分心, 但不要生气, 也不要恨我们周围的人, 说, 哦, 因为他们不同意我们, 我们就憎恶他们, 不, 不要那样做, 继续祈祷, 并爱这些人, 因为我们即使受到错误对待, 也要坚持不懈, 要爱他们, 坚持不懈, 我们不爱他们就无法坚持, 所以这里的挑战是, 保罗许多某种形式, 成功, 许多人开始信主, 但不是所有人都会相信, 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保罗的信息, 这就是发生的事情, 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更糟的是, 耸动外邦人, 叫他们心里脑恨弟兄, 看着他们做什么, 他们没有直接攻击保罗和巴拿巴, 他们攻击了信徒, 攻击新的归信者, 他们攻击这些人, 先想象你自己就是, 像这些人分享福音的人, 突然间那个分, 你分享福音的对象来到你身边, 走近你说, 帮弟兄, 你看, 在你传福音时, 我接受了耶稣基督, 但是你知道吗, 我被赶出家门了, 我无家可归了, 帮弟兄, 我听了你的信息, 你知道吗, 我当时太兴奋了, 我告诉了我的同事们, 他们解雇了我, 帮弟兄, 但他们反对我, 我感到非常生气, 帮弟兄在这个社团里面, 我曾经是我们这个社区的总裁, 但你知道吗, 当我接受福音时, 我开始分享, 告诉他们关于耶稣的事, 哦, 他们排斥我, 我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如果你是保罗, 作为这些人属灵上的父亲, 你真的会感到痛苦, 你不能只是说, 哦, 别担心, 你看, 你只是给他们一些甜言蜜, 然后说, 好吧, 没问题的, 你就坚持好了, 不, 看这个, 这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当我们坚持的时候, 我们要倚靠主, 看这经文, 这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 倚靠主放胆讲道, 他们不是停止向这些人传道, 他们反而更多的传道, 不是让自己免于痛苦, 而是在他们的痛苦中, 兼顾他们, 看这里, 倚靠主放胆讲道, 因为只有主可以真正讲话, 并兼顾这些人, 不是我们的甜言蜜语, 不是我们有说服力, 永远都是靠主的力量, 于是他们倚靠主, 主借他们的手, 施行神迹, 其实证明他的恩道, 听听这个, 奇迹神事, 这太美了, 为什么? 因为保罗试图向他们表明这一点, 这信息是超自然的, 这不仅仅是关乎我们谁, 会赢得论战, 这关乎上帝的真实性, 当他们向这些人分享福音时, 所以这些人得到了兼顾, 你们跟上了吗? 所以弟兄们, 每次我们服侍时, 要提醒自己这一点, 这不是我们的战斗, 我们坚持不屑, 他们会错误的对待我们, 但我们会坚持下去, 因为我们知道这信息是超软的, 这信息来自于主, 这不是我们试图发明什么东西, 带门徒是我们的呼召, 这不只是一个教会的项目, 这不只是我们CCF的某个计划,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寿命, 上帝给我们的寿命, 难怪我们中的一些人, 在我们的工作中感到如此疲倦, 我们没有激情去做我们的工作, 为什么? 如果我们的动机只是为了赚钱, 我们就搞错了重点, 我们拥有钱, 收入只是一种手段, 我们的使命是让上帝带给我们的人, 成为门徒, 这能量不是来自于你, 上帝会赐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兴起, 你会说不, 我必须兴起, 因为当你去到办公室, 我会用我的生命为耶稣做见证, 当你去到学校也是同样, 不是为了去赚学分, 而是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学习, 我不会从我的同学那里操席, 因为我在那里要为耶稣做见证, 我想让他们知道, 只有耶稣才能真正使他们心满意足, 只有耶稣才能给他们生命, 现在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在我们各自的家中, 我们控制自己不发脾气的原因, 我们向上帝祈求, 主啊, 请帮助我以正确的方式来表达,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这些人来认识你, 要专注于我们的使命, 所以如果被错误对待, 如果爱更大, 那么错误对待或者虐待就不算什么了, 因为我明白了现在, 各位, 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永恒, 这是超越我们的时代的事情, 现在听听这个, 这就为什么有些人, 这时候如果你要分析它, 怎么会这样? 这些犹太人, 他们一直反对主的信息, 这是真正的问题, 因为当时保罗的信息, 也许按照他在比西底所说的, 他对他们所讲的信息, 他从亚伯拉罕的故事讲起, 讲以色列的历史, 然后他将他们带到了故事的顶点, 就是关于耶稣实现了上帝的应许, 明白了吗? 这信息所带下的祝福是, 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 上帝在说, 哦, 你的自由了, 哇哦, 你的自由了, 所以人们没有理由放弃, 基督徒不是被呼召要放弃, 因为我们被呼召要完成赛跑,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不是羊羊的征服者, 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看到有些人在放弃, 他们真的是生命中的失败者, 当我听到之前, 麦克说, 大约有三百万的单亲父母, 有些父母遇到了什么事, 他们终于一个放弃了, 为什么我们有许多人中途放弃, 他们为什么要推动离婚, 因为他们在放弃, 现在你们不理解帮牧师, 我们的感受是我们死定了, 哎呀, 如果你们明白耶稣的大能, 如果你明白信徒的全能, 这就是那大能, 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 同样运行在信耶稣的人身上, 同样的大能, 如果你的心, 你的情感死了, 请记住这个, 上帝可以使他复活, 并且带来生命, 上帝可以为你的工作带来生命与活力, 为什么? 因为这同样的大能使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所以当你作为基督徒感到生命枯干时, 你正在设计旧文带给你的喜乐, 要记得你所拥有的大能, 复活的大能, 我并不总是情绪高涨, 有时候我真的感受, 就像是, 对下来说, 上帝我怎么能做这事, 当人睡觉的时候, 我怎么能讲道, 我只想放弃, 真的, 每次我会要求在上午讲道, 这对我来说会是一场很大的征战, 因为我必须到脑海中进行翻译, 因为我在用菲律宾语思考, 然后当我去做, 当我见了这一切努力之后, 然后我看到人们只是在睡觉, 我想要放弃, 但我只会说, 主啊, 让我不要放弃, 请让你复活的大能动起来, 因为我知道你关心这些人, 他们中一些人累了, 因为他们要面对生活中这么多挑战事, 请帮助我们去鼓励他, 也许你只是想让他们睡觉, 因为他们在家睡不着, 因为太热了, 但至少在这里很凉快, 所以上帝愿你说, 睡吧, 睡吧, 我会赐给他们一梦一想, 正如我所应许的, 对吧? 他们为什么要弃绝和反对主的信息, 因为保罗在讲上帝的恩典, 看这里, 你们也知道, 凡与你们有益的, 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个人家里, 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 当向上帝悔改,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我却不以性命为孽,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 这是上帝恩典的福音, 有一次我像一位女士分享上帝恩典的福音, 你们知道他告诉我什么, 不要告诉我说, 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只需要从耶稣基督那里接受气文, 不要告诉我, 我不用做什么, 不,你要做的事就是将你的生命完全交给耶稣, 是,那就是你要做的, 那也是你唯能做的, 因为他做了一切, 我说到, 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 我所有要做好事的努力在上帝面前都是没有用的, 对, 什么, 你的信息是愚昧的, 什么, 现在你问你自己, 即使在我们中间, 你没有多少人真正完美的, 只是按照律法实际来衡量, 你可能在某一天是百分之百完美的, 你尽力, 尽意, 尽心, 以你全部的爱, 爱主你的上帝, 我们有些人, 如果是复仇者这部电影, 我们仍然有力气, 哇, 为什么, 为什么, 钢铁侠Stock, 死掉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讲到主, 他死在十字架上, 向我们写明了他的爱, OK, 然后呢, 还有别的吗, 这个我已经听了好几次了, 当你谈到, 终局游戏这部电影时, 我们一遍遍地, 分享的这个故事, 已经放映过了, 我们想到Netflix, 再看一遍, 复仇者一, 哦, 再看一次复仇者, 哎呀, 没问题, 我们不会厌倦的, 试图行传, 什么, 又要讲这件书, 又要讲这件书, 我在讲之前的那堂礼拜, 我要说的是, 这个意思, 所以有人会说, 不, 不, 我们不可能有资格, 进入天堂, 如果我们不够好, 所以这是个问题, 所以在这里上帝说, 又感谢父, 他使我们有资格, 谁使我们有资格, 父上帝, 叫我们能与宋宋同在宽命中同的基, 也, 所以这些人无法理解, 其实我们是罪人文, 也会在三天堂里得到恩典, 你们看这些外邦人, 他们是地狱之火的燃料, 他们怎么能从主乱里得到赦罪呢, 他说了什么, 因为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 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他们拒绝恩典的福音朋友们, 我告诉你们, 即使我们基督徒也有那种倾向, 我们倾向于认为, 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表现而被上帝接纳, 你们知道, 我会向你们表明怎么回事, 我们大多人不太相信上帝爱我们, 比方说看约翰, 看看他在约翰书信里写了什么, 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 谁写的? 约翰, 谁被称为耶稣所爱的那使徒? 约翰, 他是如此自信, 现在问你自己, 你是否足够自信上帝爱你? 有时候是的, 哦, 下一次, 你会看到人们说, 又怎么会是基督徒? 看他的态度, 他总是在礼拜的时候睡觉, 哎呀, 不要论断这些人, 他们在睡觉, 也许因为你是那个导致他们睡觉的人, 或者也许是他们只是太累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永远不要论断说, 因为你醒着, 所以我就更属灵, 我说的对吗? 但是他们有时候, 他也装到很大, 其实睡着了, 所以让我们不要鄙视任何人, 现在听见这个, 这只是一个警告, 我们对祷告的态度在哪里? 有时候我们觉得上帝会垂听牧师们的祷告, 超过垂听我们自己的祷告, 因此, 如果您需要某种东西, 比方说, 你会去找玛丽, 玛丽牧师, 我觉得主会垂听你的祷告, 重要的是真的不是牧师祷告, 重要的是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 是耶稣基督的义, 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祈祷时, 他会回应我们的祈祷, 是因为耶稣不是因为我们,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奉耶稣之名祷告, 这是恩典, 现在听好了, 回到第十四章, 看看这个, 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 有服从犹太人的, 有服从使徒的, 所以他没有接受保罗的讲道信息, 有些人跟随保罗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那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兵他们的官长都一起拥上来, 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 这些人非常有影响力, 他们不信靠主, 他们不接受恩典的信息, 但他们很有影响力, 所以他们试图影响这城市的统治者, 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 现在请听好, 坚持不懈并不意味着我们很天真, 现在请听, 所以当他们得知这一点时, 使徒们知道了, 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币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 所以他们知道了, 于是他们立刻逃走了, 朋友们, 除非主告诉你留下来, 你必须逃走, 这是明智的, 现在请听, 不要把错误坚持, 把坚持信念作为愚昧的借口, 你们跟上了吗? 我们也需要有这种意识, 请看这个, 通达人见惑藏夺, 愚蒙人前往受害, 我们最大的试探是, 上帝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是的, 那是对的, 但是如果上帝让你去, 你就去, 否则你就死了, 同样, 即使你在学校里, 也不要只是记得, 主啊, 给我答案, 给我答案, 你要学习, 现在求你给我供应, 你要工作, 不要说, 哦, 他们在错误的对待我, 不, 你没有在做你的工作, 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被错误的对待, 那是因为我们很天真, 请住, 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我们的工作中, 没有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那么我们的老板就会生我们的气, 然后他们会说, 他在逼迫我, 不, 他不是在逼迫你, 他在当面责备你, 但如果你真的在做某件事情, 而他们开始计划伤害你, 那么请听这个, 要谨慎, 要看他们有没有, 我们现在正在被审查吗, 这就是审慎, OK, 不要抱怨让我们继续, 他们就当你继续传福音, 所以他们坚持不屑, 他们继续传福音, 第二点, 即使被误解, 仍要坚持不屑, 有些人可能质疑我们的动机, 他们会怀疑我们的行动, 但是请听好, 继续做就好, 因为只有主知道你的心, 但这里的故事, 它是超越的, 让我们继续, 在路斯德城里, 所以他们从以歌念来到路斯德, 路斯德是一个未开化的省份, 罗马人统治着路斯德, 希腊人影响着路斯德城里的商业, 但犹太人在路斯德城里的影响力很小, 为什么? 当保罗到达路斯德,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没有去犹太会堂, 因为在路斯德没有犹太会堂, 在路斯德的犹太人口很少, 其中除了一个人是提摩泰, 他的母亲是一名犹太妇女, 对吧? 但是父亲是希腊人, 所以提摩泰在路斯德让我们继续, 所以也许保罗不得不在广场上讲道, 然后他注意到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 从出娘胎就没有走过路, 这男人正在听保罗讲道, 保罗定睛看他, 见他有信心可得权益, 也不知道保罗为什么有这种洞察力, 哦, 这个人有信心, 然后保罗做了这事, 就大声说, 你起来, 两脚站直, 那人就跳起来, 开始走路, 这真是太神奇了, 当彼得做这事时, 在《史诗行传》第三章中被医好的人, 如果你们还记得他做了什么, 他开始跳着, 行走并赞美上帝, 行走, 跳跃并赞美上帝, 但这一次不同, 因为他们不知道犹太人的上帝, 他们对耶稣一无所知, 虽然如此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 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 有神界的人行降临在我们中间了, 于是他们称巴拿巴为宙斯, 称保罗为西米尔, 因为他说话零首, 现在请听这个, 所以当保罗讲道时, 他是在用希腊语讲道, 那只是一种贸易用的语言, 所以他们是懂希腊语的, 就跟我们一样, 我们懂英语, 但是当他们很兴奋的时候, 他们就敢用原来的语言,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讲菲律宾普通话, 或者菲律宾南方话, 比萨亚话, 或者菲律宾北方话, 所以他想着讲伊朗卡诺, 于是他们开始说, 哇哦, 保罗感到很困惑, 因为他们看上去很兴奋, 但是他们不明白这些人在说什么, 因为他们在说他们自己的语言, 所以接下来发生这样的事, 也许保罗问了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在说什么, 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 拿着花圈来到门前, 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 于是他们开始向保罗和巴拿巴献祭, 现在请听, 你们需要了解上下文, 因为他们有一个传说, 有一个世代相传的传说, 就是宙斯和西米尔成为了人, 当他们成为人时, 该地区的一些人拒绝了他们, 于是那些拒绝他们的人, 就在大洪水中灭亡了, 但那时有一对夫妻, 菲利门和波西斯好好的接待他们, 于是他们猛受祝福, 他们的小房子变成了一座庙, 他们被认为是那种庙的守护神, 所以在这些人心目中, 他们非常的迷信, 他们心想, 我们一定要欢迎宙斯和西尔米, 当他们变成人时, 当他们一变成人形, 我们要欢迎他们, 这样我们就不会经历, 弃绝神明的悲剧, 他们就是这样迷信的人, 现在听这个, 你们知道吗? 我以为只有他们是这样, 我们其实也一样, 但是我看到, 即使我们菲律宾人, 我们似乎也很迷信, 你们知道吗? 我刚去过一个分会, 当我服侍时, 我很惊讶, 人们开始问, 邦牧师, 我们可以和你合影吗? 他说, 好, 没关系, 因为圣经, 主总是提醒我, 弟兄结怨, 劝他和好, 比去坚固城还难, 所以我没有多想, 我只是希望这个人不要被冒犯, 好, 来吧, 我们合影, 问题是当他们拍照片时, 有些人在触摸我, 有些人在摸我, 我真的觉得挺可悲的, 因为他们碰触我时, 好像他们会接受到某种形式的祝福或能力似的, 我说, 这些人怎么了? 我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你们的, 我只是替主传话的, 即使你摸我, 你也只能得到我的汗水, 这可不是好事儿。 实际上那里有人说, 我能亲你吗? 我丈夫说, 我可以亲你, 我说不行, 我妻子不同意, 不行,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时我们有这种态度, 朋友们, 我们这些牧师,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不是超级属灵的, 我们没有超能力, 我们同样只是人而已, 即使你的房间里有我的照片, 魔鬼还是会进来的, 只有耶稣才能驱赶这些邪灵, 你们跟上了吗? 不是我们, 不是牧师, 所以听着, 所以当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 就撕开衣裳, 跳进众人中间, 喊着说, 看这里诸君, 你们看, 他们不想被崇拜, 就像彼得一样, 他不想被崇拜, 他说快起来, 哥林流, 我只是个人, 即使是天使, 他们也不想被崇拜, 当约翰要在天使面前跪下, 天使说不要这样, 我跟你一样只是仆人, 只有耶稣应该被崇拜, 朋友们, 没有任何其他人配受崇拜, 唯有上帝可以, 现在请听, 所以当他开始说, 诸君, 为什么做这事呢? 快停下来, 我们也是人的性情, 和你们一样, 我们传福音给你们, 我们只是在向你们宣扬好消息, 现在应该远离这些虚妄, 归向永生圣地, 哎呀, 宣扬好消息, 现在听着, 有时候我们也超级, 超级迷信, 就像我们试图把上帝放在一个盒子里, 然后告诉人们好消息, 就像我们应该说这个, 这个, 这个, 如果你不提这个, 你就没有分享真正的福音, 有时候我们有这种倾向, 我们受到术语的限制, 不, 这不是重点, 因为他们没有背景, 他们没有旧约圣经的背景, 他们没有关于耶稣的背景, 看看他们说的话, 他们传了福音, 说, 你们要离弃这些虚妄归向永生上帝, 你们敬拜这些偶像, 你们崇拜宙斯, 你们崇拜西米尔, 他们是毫无价值的信息东西, 你们要归向永生的上帝, 你们要最好悔改, 归向了创造天地海, 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 他在从前的世代, 任凭万国各行其道, 注意听, 你们的神, 他们对你们要求很多, 但他们不能把你, 觉得他们应许要给你的东西, 给到你, 但这位上帝, 他任凭你们各行其道, 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 就如常识恩惠, 从天降雨, 赏赐封年, 叫你们饮食饱足, 满心喜乐, 这是我想让你们认识的上帝, 这是一位非常关心你们的上帝, 他没有寻求你们能给他什么, 他在寻求他能给你们什么, 你们能收到什么, 你需要的是这样的上帝, 你看朋友们, 在我们的生命中, 是不是有什么几率着我们, 是我们所服侍的上帝, 有些人他们会到这里来, 比方说他们来参加礼拜时, 可能会感到气馁, 因为他们脸上有粉刺, 那么你是被没所打动, 这意味着你会被什么所打动呢, 被外表, 不, 我又要穿上衣服吗, 不, 我不想说话, 我不想再去教会了, 妈妈看看我, 我不想再去教会了, 我没有新衣服, 我没有新鞋, 有些人说, 交通太拥挤了, 停车太难了, 因为他们在崇拜舒适, 所以他们只是看直播, 嗨, 直播, 不, 我不是说你们是这样做的人, 但那是你的动机, 愿主饶恕你, 现在你们在听我说话吗, 当我们每天起床, 当我们去工作时, 是什么在促动你, 是什么让你如此热爱工作, 真的是上帝吗, 还是你将赚到的钱, 赚钱是没有错的, 但如果那是我们唯一的动力, 那么也许那是神, 我告诉你们, 不管你活着是为了什么, 那个就是掌控你的主, 宝多说这是毫无价值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将会让你空虚, 最终他只能带给你空虚, 不会带给你真正的生命, 因为只有上帝赐予生命, 有人问我, 为什么大多数人不再专注于使命, 因为他们认为生活就是要有钱, 要出名, 但你知道, 如果上帝不是你生命的中心, 最终你仍然会空虚, 如果有些人他们认为信不, 他仍然会让你空虚, 如果有什么激发你的信誉, 那就是你的神, 这是为什么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多神信仰的世界里面, 当你告诉他们, 你看, 当你犯罪你就会下地狱, 你在讲什么罪, 你看, 当你跟你配偶以外的人, 发生性关系, 你就在犯罪, 哎呀, 是由我们自己在我们的生活中来设定对与错的界限的,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相对主意, 现在我要说的是这个, 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圣经的内容, 因为他们不再相信,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 帮助他们明白, OK, 因为你被你想要东西所掌控,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仍然空虚, 我正在兑现你的福音, 如果保罗有机会完成他的讲道, 他会说, 那位赐福给你们食物与丰收的上帝, 与为你的罪死在实际下的上帝是同一位,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 但显然他没有这机会, 为什么? 二人说了这些话, 紧紧地拦住众人, 不献祭予他们, 因为他们继续这么说, 但至少他们暂时松了口气, 他们停了下来, 不幸的是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对他们进行的门徒训练, 一些顽固的攻击保罗的犹太人, 从安提亚和以歌念来, 挑唆众人, 就用石头打保罗, 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 怎么会这样? 巴拿巴在哪里? 也许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人, 但巴拿巴了解到这事, 门徒正围的他, 他就起来走进城去, 看看这种不折不挠的声音, 第二天他从巴拿巴往特壁去, 突然间他们攻击他, 他们打他, 他似乎死掉了, 他们留下他一个人, 突然之间保罗站了起来说, 我们走吧, 他又站了起来, 我们走吧, 于是他们开始往特壁去, 他们要坚持不懈, 不仅在他们受到错误对待的时候, 不仅在他们被误解的时候, 其实这使命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时候, 我们继续门头围围围, 他就起来走进城, 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壁去, 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 是好些人做门徒, 救回路斯德以哥连和安提阿去, 现在请听, 这里所发生的事是这样的, 当他们服侍的时候, 让我们再看看地图, 他们在这里, 他们能够服侍这些人, 实际上该由成为了一个感性者, 现在在特壁中, 他们可以直接前往保罗的家乡大树, 就是保罗出生的地方, 然后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 明白了吗? 这将是一条更容易的路线,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需要坐船去大树, 然后去安提阿, 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他们坚持不懈, 是因为他们明白, 他们不能只是为了使人悔改, 他们要是他们做耶稣的门徒, 这才是使命, 所以他们没有选择容易走的路线, 他们回到了他们原来所在的地方, 想象一下他们来自哪里, 他们面临的威胁, 他们受到攻击, 你们为什么要去那里, 所以让我们回去吧, 于是之后, 他们沿着他们来的路线返回去, 然后他们兼顾了门徒的心, 劝他们横手所信的道, 又说, 我们进入上帝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所以你们会感到泄霉, 你们会感到迫害, 现在请听, 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没有真实的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就不会有真正的门徒训练, 基督身体就是教会, 甚至地方教会, 在这里他们有这个地方教会, 又进食祷告, 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 所以朋友, 没有人可以说我是一个孤独的游侠, 我就信主, 我才不关心教会的不, 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在教会中设立领袖, 因为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彼此相爱, 如何彼此顺服, 我们必须学习所有这些, 因为我们永远无法锻炼真正的基督徒的品格, 比如爱, 顺服, 互相尊重, 如果没有教会, 教会的人都是不完美的, 你们还在听吗? 如果只是你一个人, 那是容易的, 但是当你看着你旁边的人, 你需要爱那个人, 那是对真正基督信仰的考验, 因为你们彼此相爱, 世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对于我自己的家庭而言, 已经很难了, 这是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 甚至不想加入门徒小组, 因为我们害怕变得软弱, 哎呀, 这才是真正的教会, 你是软弱的, 当你发现你是软弱的, 你需要其他肢体的帮助, 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 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 而人经过比西地, 来到了庞菲利亚, 回到了之前来的地方, 在别家讲的道, 就下亚大利去, 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 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 蒙上帝的要办, 现在所做的事就在这地方, 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 就述说上帝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 并上帝怎样为外帮人开了信道的门, 你们知道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聚集了领袖们, 聚集了叙利亚和安提阿的整个教会, 他们报告说, 因为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工作, 这是我们大家的工作, 每当我们听到来自我们的分会的报告时, 你们不感到兴奋吗? 因为那是我们的工作, 那是上帝交托给我们的工作, 希望上帝看到我们在忠实地完成这个工作, 你们跟上了吗? 他们就在那里, 同门徒住了多日, 现在请听, 当事情出错时, 有时候会出错的, 当你艰难前行的道路上看上去, 全是上坡路, 当收入低, 债务高起, 你想微笑, 却无奈叹气, 当你忧心忡忡抬不起头, 如果你必须休息, 那就休息吧, 但是绝不要放弃, 人生的路稀奇古怪, 区区折折峰回路转, 我每个人都在其中学习, 多少的艰辛, 多少的失败, 如果坚持到底, 没准就赢了, 不要放弃, 尽管进展缓慢, 再经历一次打击, 你就可能成功了, 目标常常比一个虚弱而盘跻的人, 眼中的距离更近, 苦苦奋斗的人, 常常在他本来可能赢得胜利的奖杯时, 已经放弃, 当夜幕降临, 他知道这一天已经太晚, 他不知道他离金冠冕曾经有多近, 成功就是彻底的, 失败的彻底反转, 是疑云的淫边, 你永远不知道你离成功有多近, 他可能看起来很遥远, 但时机很近, 所以当你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时, 仍要坚持奋斗, 你不可以放弃, 让我用Johnson Steffen的故事来结尾, 当Johnson Steffen Akawari在1996年10月20日晚上7点左右, 在墨西哥城奥林匹克体育场, 天色开始变暗了, 不是因为他们正在闭上眼睛, 只是真的进入黄昏, 明白了吗? 进入了日暮, 温度也降了下来, 最后一位奥运会马拉松运动员被搀扶到急救站, 一个多小时以前, 埃塞俄比亚的Mamo World已经冲过了终点线, 赢得了这26英里的比赛, 他看起来跟起跑时一样强壮而充满活力, 当最后几千名观众准备离场, 他们听到警笛声和口哨声进入体育场, 注意力被转移到那扇门, 和那个深找泰塞尼亚国旗颜色的灵魂人物, 一拳一拐地跑进体育场, 他的名字是John Steffen, 他是一个最后一个跑完1968年奥运会马拉松的人, 他的脚打上了绷带流着血, 在赛城的早期就摔得很重,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绕田径场剥刑, 当他跑完最后一圈, 当他终于跨过终点线, 人群站起来鼓掌, 有一个人勇敢地问了这个, 大家都感到困惑的问题, 你受伤这么严重, 你为什么没有放弃, 你为什么没有中途离场, 阿克瓦里带着平坚的尊严说, 我的国家送我到五千英里以外, 不是为了开始这场比赛, 我的国家送我来是为了完成比赛, 朋友们,当上帝拯救了你和我时, 他没有想你会放弃, 他没有想你只是开始跑, 上帝呼召你去完成这比赛, 我记得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要坚持不懈, 即使受到错误对待, 即使被误解, 即使当我们感到使命不可能完成, 我们一定要完成比赛, 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胜有余, 上帝呼召我们去完成比赛, 我希望我在终点线能够见到你们所有的人, 请低头闭目, 谢谢你耶稣, 谢谢你主, 朋友们, 也许上帝在对你说话, 然后告诉你, 你真的在为什么活着, 朋友们, 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弄清楚, 那你甚至还没有开始加入比赛, 但上帝现在正在告诉你, 你不需要漫无目的地活着,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生命, 如果你觉得如此空虚, 经生只是在努力求生存, 让我提醒你, 耶稣就是生命, 你需要他, 你要到他面前的诚实地告诉他, 主耶稣, 我需要你, 我很空虚, 我漫无目标, 我毫无理由地活着, 我不想只是存活而已, 我想要永生, 朋友们, 如果那是你心中的呐喊, 你要来到耶稣面前, 诚实地告诉他, 主耶稣, 我需要你, 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 感谢你从死里复活, 因为这使我确信, 如果你受了死亡, 我可以活着, 因为你还活着, 所以主耶稣, 请进入我的生命, 接管我, 掌控我, 容我, 为你而活, 谢谢你耶稣, 谢谢你主, 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 你知道你被呼召进入这使命, 让我再说一遍, 这不是一个项目, 这不是一个计划, 上帝要你完成这使命, 培养门徒, 如果你不知道上帝给了我们一个, 像这样的教会, 让你在这里得到受训的机会, 如果你是认真的, 如果你将坚持不懈, 作为一切必要之事, 来完成这使命, 上帝已经将这会议赐给我们, 准备冲击, 你一定要抓住机会, 你真的要下定决心, 要真正接受培训, 有这么多的机会, 我们的GLC, 我们有比方说, 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 终于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事, 去装备圣徒, 现在你再也不能怪教会了, 现在你要做决定, 你会愿意接受这挑战, 要坚持下去, 因为真理很重要, 谢谢你, 耶稣, 你知道你是谁, 你要将自己献给上帝, 并且说上帝, 请帮助我认真地对待你的使命, 因为归根结底, 你不会问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了什么, 但你会问我们, 你交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完成的如何? 感谢你耶稣, 父上帝, 我感谢你, 父上帝, 你呼召我们不是为了仅仅开始你的比赛, 感谢你呼召我们完成比赛, 并且因着你的恩典和怜意, 我知道并且我们相信我们会完成比赛, 赐给我们这样的饥渴, 父上帝, 就像灵加爱, 满意的爱放在保罗心中一样, 愿你赐给我们同样的爱, 哦上帝, 对我们同胞的爱, 去爱那些你带进我们生活中的人, 我们会认真严肃地告诉他们关于你的事, 你就是通往父的唯一的希望, 唯一的道路, 谢谢你耶稣, 感谢主提醒我们永不放弃, 而是要坚持不懈, 因为知道这真理真的很重要, 对于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 对于我们共事的每一个人, 以及你带进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谢谢主求你赐能力给你的子民, 让你的子民倚靠圣灵的大能而活, 让你的子民勇敢地为你而活, 并坚持不懈, 我们祈祷奉耶稣之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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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